号称最具挑战性的帆船比赛在东非海岸举行 参赛队伍必须驾驶一艘撑不上专业的小渔船 航行500公里的海陆 中继的休息点还是在无人岛上 过夜后继续马拉松式的艰苦比赛 困难重重的赛事让每个参赛选手都印象深刻 评审大手一挥所有参赛选手快速冲向大海 找到自己的帆船后立刻分工仰起大盘准备出发 队友们必须同心协力 分工做好掌舵刮船控制风帆等工作 才能在茫茫大海迅速前进 比赛最后有一位法国人拉米尔 与加拿大副子党莫尼的三人组合 经过42小时的马拉松式熬战后夺得胜利 从1月1号开始围棋八天的海妖杯 赛程500公里的海路只是难度之一 三赛队伍还必须驾驶 撑不上专业帆船的不渝小船 中途补给也是在资源稀少的无人岛上 过夜休息后还要继续出航 这些都让完成挑战的参赛者印象深刻 当然沿途的风光美不生收也令人难忘 我非常幸运它已经结束了 但我也很幸运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到了结束了 所以这就是目标 由于难度极高 单单完成比赛就很不容易 所以抵达终点的队伍都开开心心互相鼓励 祝贺对方完成这项人生成就